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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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這一集要來割這邊的草 然後 經過連續七天的下雨之後 草又開始長高了 然後這個的長度 非常適合用這種 推適的割草機去割 因為這邊的路是平的 然後等一下就來割 這樣 那現在我們先來做前置作業 好 那現在前置作業 就都完成了 底下的牛精神換新的 然後 九二加二行程的部分也都添加好了 然後接下來來將 這台割草機做發動 這台割草機做發動 現在開始割草機 現在開始割草 現在開始割草 但是會割得非常的乾淨 特別是靠近果樹底部的部分 剛剛想說這個草沒有很長 所以沒有戴面罩 然後現在眼鏡這邊就被噴的到處都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草被草噴到的 然後這也是 這都被草噴到 那由於 因為我知道這邊沒有石頭 所以說我比較不擔心會噴到臉的問題 如果是有石頭的話 這個是一定要帶 這不用講的 然後但是剛剛割草的時候 已經被噴的滿臉都是了 所以我還是帶一下這個 那等一下繼續來作業 其實以前我們家 並沒有使用推的割草機 都是使用 背負式的割草機來除草 後來家人聽農友的介紹後 就買了一台推的割草機來玩 小果園原本地上都是 修枝的樹枝 還有凹凸的土坑 後來將樹枝跟土坑整平 就改善了割草環境 推的割草機就像推菜籃一樣 那麼的輕鬆 好現在是休息時間 那還有一半左右還沒用 那從剛剛作業到現在大概半小時沒有到一個小時 那主要是手機錄影的部分的話 因為在太陽底下照 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錄影就不太能錄了 就是會有點熱當機 所以說我這邊自己先休息一下 順便讓手機稍微做個冷卻 然後藉由這個空檔可以順便說明一下 推的割草機的話 大概這種草的高度是最適合的 大概就是膝蓋到膝蓋以下都還蠻適合的 然後都是最輕鬆最好割的 然後對牛精神來講也是最神的 像這種膝蓋以下的草的話 這個平台大概兩條牛精神就夠了 就可以把這全部打完了 而且是很輕鬆的狀態下就可以割完了 好那現在就讓手機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繼續來將這一片草皮給它割完 後半部的地形非常的開闊 所以可以使用一次走到底的方式去割草 非常的舒壓也很愜意 不過針對果樹底部的部分 還是需要用來回的方式去割 看著原本雜亂的草皮越來越平整 是不是也很有成就感呢 給各位享受一下割草的樂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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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麼最後這個小果園的草皮的部分大概一個小時沒有半然後就割完了然後使用兩條牛精神 然後牛精神還沒消耗完畢然後油的話差不多一桶油 然後像這個割完的話大概過兩周吧兩周就長回原形就會變回原本剛剛的樣子那如果又有下雨的話又會長更快 那像這邊其實還蠻適合露營的那如果像果樹再大一點的話這邊就會比較涼一些因為現在早上的話這邊都全日照 然後像剛手機也受不了在一個多小時錄影一個小時就開始出問題了就不能錄了然後就休息一下然後才可以繼續錄這樣子 那用推的割草機推的話就是非常的平整然後很漂亮看起來很舒服 那用杯的割草機的話會比較快一點不過我喜歡用推的因為這推的很省力然後再來割起來的平整度滿意度非常的高就看起來很爽這樣子 好那這個就是很舒壓的割草內容然後來給大家分享 好